物理是什么 物理是光 是电 是探测微观世界的加速器 是探索星空的望远镜 物理是一座通天高塔 在巨人的肩膀上人类接力了上千年 将它延伸到一个令人敬畏的高度 在这座高塔上 你能够俯瞰整个世界 大到星系宇宙 小到轻子夸克 一切世间的奇妙都可以尽收眼底 物理学研究的对象 像一条纤维蛇 连接着物质世界最小的尺重 和最大的尺度 围观基本粒子的行为 对整个宇宙的诞生和发展 其实决定性的作用 粒子物理学和宇宙学 就这样奇妙地鲜接在一起了 物理学最让我着迷的 就是这种跨越了40个数量级的精彩 我们掌握了电视学的规律以后 我们用它来做电磁炮 在这里除了最系统的物理训练 我们还接触到最前沿的物理科研 我的大部分同学从大二大三开始 就根据兴趣选择不同的研究组 在导师的带领下进行研究 老师常说 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物理学家不能研究的 我们能与几乎任何学科进行交叉 医学物理 生物物理 金融物理 工程物理 借由物理的智慧在各种领域大有作为 学院提供了充分的自主空间 你可以在自主学习实验室和小伙伴自由探索 或是申请英才班挑战前沿物理问题 亦或在百年物理讲坛里 和国际一流学术大师来一场精神冲浪 人类认知世界的过程 可以总结为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的不断探索 比头发撕下一万倍的空间世界长什么样 比眨眼快一万亿倍的时间世界如何运转 我们的超高时空分辨光电子显微镜 可以帮助我们直接观察 就微小世界内的每一个瞬息万变 用激光去桌布和冷却原子 可以把成千上万的原子 冷却到室温的百亿分之一的超低温 令所有原子齐声歌唱 在这里 你可以用激光去一个个摆放原子 建筑全新的量子材料 三维材料它作为二维会是什么样 我们研发的纳米级单精材料 比一张只得三十万分之一还薄 别小看这种仅有单层原子厚度的材料 它可是未来超级芯片和量子技术的重要基础 这个大家伙是世界上首台基于飞并激光的质子加速器 它可以在十微米距离内将质子加速到约六万公里每秒 我的面图是在未来把它用于高能加速器 将足球场大小的加速尺度缩小到手掌大小 学习天文学对我来说就像是创作一个硬核的科幻小说 这一座美丽的星空满满的都是宇宙的历史 曾经号称最美的彗星卡特琳娜掠过太阳系 我连续几天凌晨两三点起来观测它 终于捕捉到了 后来我才忽然意识到所有的人类直到灭绝 可能都无法再与它相遇 那一刻真的觉得所有的等待都是值得的 在北大天文系 我们不仅受到扎实的数学物理基础训练 还能依托科维里研究所这样一个国际一流的交流平台 与世界顶尖科学家近距离交流 我们大气系拥有全国观测实验内容最丰富的平台 我们研制先进的雾霾探测器 结合超级计算机模拟污染物的变化 还通过实地灾害调查 与数值模拟研究龙卷的发生发展 通过地球与行星大气模拟 揭示气候变化的物理机制 看哪些行星气候可能会孕育生命 有一种在科幻世界旅行的奇妙感觉 物理学好像在冥冥之中有一种传承 加利略去世一年以后 牛登出生了 Maxwell去世一年以后 Einstein出生了 一百多年前 北京大学创设物理学门 奏向我国现代物理教育的先生 上一个世纪 从这里走出了李正道 杨振宁 邓家仙 明明等一批杰出学者 和一百二十多位院士 下一个时代物理学院的风光 我们期待你的参与